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周有什麼遊戲賞私吧 三國幻想戰記是一款日系角色伴的戰棋SRPG 依照三國制正式改編 玩家將蔓延水晶先生的地址 與自己的師妹下山解封三國制 讓玩家體驗沉浸式的日式風格正式三國 在遊戲中,人物的養成上面是非常有趣 一開始先會問你主上是哪一種職業 這會影響到你是你的角色的五項素質 接下來還會選擇你的志向 這則是會影響到你的天賦 會有額外的屬性 更會有不一樣的被動技能 像是我選擇的私人不得 就會在每回合有48恢復生命力 最後就是武器 武器的部分則是會影響攻擊距離 還有附加的屬性 像是暈眩、破甲、燃燒等效果 所以每位玩家都可以創造出普通的人物 戰鬥部分就是戰績類型 在戰鬥中 每次攻擊都可以增加計謀點 當計謀點達到5點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專屬技能 戰場上的人數也不會太多 所以通常戰鬥時間也不用太久 後期還可以通過自動戰鬥 就可以輕鬆作戰 遊戲整體玩法 讓我覺得有點像金庸取下傳的感覺 因為在下山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大梯度線逛 也可以先跟著遊戲的主線走 後面就可以自由探索 也會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事件 或者是有很多的寶箱可以收集 決戰時刻 現代佔餘是由Activation開發 決戰時刻 現代佔餘IP延伸的手機遊戲 玩家可以在PC家用主機上面 提升戰鬥通行證、專取經驗 並可以使用詳細的武器配置 就可以讓玩家透過手機 與PC家用主機的隊友一同組隊 遊戲玩法最主要就是打逃殺類型 玩家可以組成三人小隊 需要在不斷縮小的地圖內競爭 直到剩下最後一個隊伍 就算勝利者 一開始我們會在飛機上 往下跳躍 與一般的大逃殺類型差不多 接下來就是簡單的搜索武器 而遊戲中有一個設定非常有趣 就是當敵人靠近的時候 就會有所提示 至少可以讓玩家有先準備好應戰的感覺 而在攻擊的時候也可以設定 自動射擊或者是手動射擊 遊戲整體的玩法非常有趣 因為線上的玩家非常多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找不到隊友 而且在戰鬥中是非常吃重團隊戰鬥 除了有多樣的武器可以使用 也會有很多道具 像是手榴彈等等 到後期比較熟悉操作之後 也會有載具或是空中支援等等 Winmate旗下 有Round1 Studio開發 手機棒球遊戲 棒球傳奇點風對決 在3月21號全球170個國家正式上市 遊戲是首款融合了CBBL MLB KBO 等三大棒球聯盟的手機遊戲 一開始進入遊戲 可以先選擇聯盟 大聯盟 KBO 還有中支聯隊 接下來就可以選擇隊伍 當中也會由你選擇隊伍裡面 贈送的兩名球員 遊戲軟法最主要就是爭管模式 玩家可以組繭自己的隊伍 透過球探系統 輕鬆招募與培養球員 以自己選擇聯賽為中心 逐漸專屬的猛直隊 在遊玩的過程中 最主要都是自動競賽 會以你的球員戰力為主 當遊玩到一定的程度 遊戲就會出現任務 譬如擠出籃打 或者是三陣對手等等 這時候就輪到玩家來控制了 在打擊的部分 會有四個方向 玩家可以先拆 投手會投出的範圍 出現在你的位置時 你的打擊率就會比較高 也可以使用強力打擊 範圍就會變得比較小 但是你就很容易打出場大 遊玩起來還蠻有趣的 另外也會有很多的挑戰模式 或者是一些小遊戲玩法 算是近期還蠻不錯的棒球遊戲 由Super Triangle Game 打造的 Looklight 迷宮探索型遊戲 黑地獅 近期登入了iOS平台 只要擁有Netflix會員 就可以免費遊玩 遊戲是一款刺激的 Looklight角色扮演 靈感來自於希臘神話 玩家交換生不死的冥界王子 勇轉危機四伏的地下城迷宮 紙面以及父王 把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 這個版本是原汁原味 PC和家用主機版本的內容 均已到位檢 並且遊戲支援 直覺且全制定的觸控 還有藍牙控制器 讓玩家隨心所欲 享受最流暢的遊玩體驗 只可惜目前只有iOS可以遊玩 安卓的部分就要再等等囉 SuperPenis手機遊戲新作 灰犬標老熊RPG 在本週正式上市 大約在數百年前 有一個地方叫做老熊世界 惡魔們突然從天而降開始攻擊 就像任何歷史都有的英雄存在一樣 老熊世界也誕生了一個 散發耀眼光芒的小老熊 這就是遊戲中的主角 灰犬標老熊的故事 遊戲的玩法就是一般的綁織類型 一開始角色會自動的做攻擊 玩家可以控制勾擊的方向 也透過配點來加強自己的能力值 遊戲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武器 玩家可以透過不懂的武器 打出不一樣的攻擊 木板的迴旋標是可以連續攻擊最多三名角色 而圓形的迴旋標是可以貫穿直線敵人等等 到後期就可以直接裝備兩種武器 在戰鬥的時候就可以隨時做切換 也會有一些天賦技能可以強化 或者是一些被動技能 後期還可以收集夥伴 加強夥伴的能力 就可以組成一個小隊伍一起討伐惡魔 浮身一玲瓏是一款古風探案的手機遊戲 歡迎了夾空時代的變金城 玩家將作為玲瓏書院畢業的學子 為了完成師兄的約定 來到京都 獲獲一起起詭異的彼岸 採用了水木畫風 露顯出3D建模不一樣的中式美學 一開始共有三種職業可以選擇 學士 上藥 師位 也會有男女可以選擇 遊戲本身就是以攤岸玩法為核心 透過主角來推進環環相扣的劇情發展 而在遊戲的過程中 遇到需要探查的時候 就可以在觀察角色上面的飾品來做推定 人物的身份或者是接下來的行為 就可以來做選擇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需要探查的地方 就會透過一些小遊戲來通過 像是在地圖內需要躲避黑衣人的探查 玩起來有點像潛龍蝶影 或者是一些音樂遊戲都還蠻有趣的 戰鬥的部分就是回額制 就是單純的安排任務上陣 在等待累積能量就可以使用技能 也會有一些特殊的合體技、必殺技等等 整體玩起來還算蠻不錯的 讓玩家可以沈浸在這古風大世界當中 諸神大亂鬥是由N.C.SAR取下大亂鬥型的動作星座 這次的故事背景主要是以一個蘋果引發的紛爭 最終展開組為眾神的大亂鬥 遊戲是一款亂鬥的大戰動作遊戲 以神話人物為主題 具有獨特的動作技能角色 玩家要以隨著時間縮小的地形上 存活到最後為目標 其特色是輕鬆操作 利用地形與物體進行戰略戰鬥 最多可以30 名玩家展開多種遊戲模式 一開始會先在一個大地圖上 可以先選擇要出現的地方 在選完之後 就會出現周遭的敵人 這時候也會再給你一點時間 再做人物的移動 戰鬥中除了可以使用多樣的技能之外 也會有很多的戰鬥手段 像是我們的角色被攻擊要掉到地上時 就可以再按一次跳躍 就會有護身導法 而在閃躲之後 也會有特殊反擊 或者是在空中跳躍射擊等等 另外也會有很多的特殊道具可以使用 像是補血藥水或者是特殊卷軸 在使用之後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整體戰鬥的玩法還蠻有趣的 而遊戲中擁有多樣的角色人物 每一位都有他不同的技能與特色 除了代表團體大亂鬥的模式之外 也會有活動推出的單人大亂鬥 或者是EBB對戰模式等等 魔女養成器是一款簡單的放置遊戲 玩家需要幫助魔女 並收集培育這個世界眾多的神奇寵物 讓陷入危機的世界恢復和平 一開始魔女會自動攻擊敵人 旁邊還有一個寵物也會做攻擊 而玩家需要累積寵物的CD時間 就可以使用寵物的專屬技能 當然我們的魔女也需要培養 就跟一般的放置遊戲一樣 就是收集金錢就可以增加角色的能力值 如果還需要加強攻擊力 就可以透過轉彈取得魔法術還有法杖 這兩項都是魔女的專屬武器 也能夠透過合成來強化他們 除了有多樣的Boss怪物可以挑戰 後期玩家還可以蒐集更多的寵物 之後再開啟自動戰鬥跟使用技能 整體的玩法就會變得非常輕鬆 算是一個可愛的小品遊戲 Party Hero是一款有趣的即時戰鬥UPG 當惡魔在一次出現 玩家將扮演主角 蒐集分散各地的英雄們 連接惡魔的挑戰 戰鬥的部分則是即時制 玩家只需要安排角色上陣 戰鬥開始之後角色就會自動戰鬥 等到要累積能量之後也會自動使用角色的專屬技能 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排兵布陣 在遊戲中共有兩排四列等戰位 越前面的戰位就會有更多的怒氣值 玩家可以搭配自己的角色來設定你的戰位 玩家也能夠透過轉彈 就能夠收集各種有特色的英雄 每個英雄都會有不同的屬性 而且遊戲的畫風非常可愛 有點像是華奈英雄的董卡風格 算是一款輕鬆的小品遊戲 取乳虛空 是一款令人血脈膨張的 近未來科幻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在遊戲中 你將拜明勇敢的少年 面對天空巨大的挑戰 穿越普通的世界 親身參與激烈的戰鬥 見證文明的變遷 遊戲是一款第三人稱的射擊遊戲 一開始進入遊戲 我們會被我們的旺財所叫醒 之後就會開始簡單的教學 在戰鬥部分都很簡單 就是射擊、換彈甲還有技能 另外也會有一個衝刺還有跳躍鍵可以使用 遊戲擁有豐富又多樣的角色 每個角色都有獨特的技能還有特色 像是一開始的主角 他就可以花心 就等於擁有兩次的衝刺 而之後再得到女主角 他是可以安排一個飛行器在旁邊作戰 而他的衝刺方式就會變成平行的飛行 而指頭髮的莎娜則是可以使用弓爪 就能夠到比較高的地方 而在戰鬥的時候也需要收集能量 這樣才可以讓角色使用專屬技能 而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還有戰術風格選擇合適的角色進行遊戲 另外玩家也可以自訂本身的按鍵位置 共有三種模式可以選擇 我個人覺得還蠻重要的 除此之外在遊戲中的關卡設計也很豐富 又有很多的陷阱、道具可以使用 也可以搜索寶箱獲取更多物資 無論是你喜歡近戰、遠程 或者是防守、攻擊型 都可以找到適合的角色 展現獨特的戰鬥風采 往時旗下即將登場的手機 PC 遊戲 火獨自升級 Arise 已經在全球同步開啟了事前登入活動 遊戲是根據熱門動畫 與網路漫畫火獨自升級 所改編的動作 RPG 玩家將扮演主角陳振宇 透過被受喜愛的動畫故事情節 來親身體驗他們的升級與成長 參加充滿活力的戰鬥 並透過各種組合的技能與武器 創造出自己的戰鬥風格 碧藍海線開發商打造了 星叢、幻想大世界 RPG、藍色星園、呂與瑤 近日正式曝光了公開的實機遊戲畫面 遊戲採用了開放世界地圖 以及動作戰鬥玩法 玩家可以操作角色 李明暉、齊波恩的星叢一起並肩作戰 遊戲的整體畫面還算蠻不錯的 雖然有一點點原神的風格 但是還是一款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作品 而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Jump 群星集結 確定在3月28日正式上市 遊戲是DN 與日本基地社 週刊少年Jump 合作 並由DN 自主研發的5對5 MOBA 手機遊戲 結合了週刊少年上 多部筷子人口的漫畫作品 嘗試帶給玩家與粉絲面前所未有的遊戲體驗 《排球少年》改編的手機遊戲新作 《排球少年Fry High》 決定在3月28日日本、韓國推出 遊戲是以收集兩層為主的動作卡牌遊戲 玩家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 組織各種特性的隊伍來參加比賽 由韓國正宗原廠開發的 《LUNA Mobile》 確定在3月28日正式上市 遊戲是傳承多年的經典PC 《LUNA Online》的IP為基礎 開發的MMORPG冒險巨作 讓喜歡LUNA作品的冒險者 都能感受到韓國正宗IP所有的獨特之處 《我的意外江湖》也確定正式上市日期 將於3月26日上市 作為一款武俠主題的放置卡牌遊戲 玩家在遊玩的過程中 能夠享受卡牌放置玩法 還有爽快的打擊感 能夠透過休閒有趣的 遊戲劇情與獨特玩法 感受不一樣的休閒武俠世界 經由筆下開放世界大作 《色雕英雄傳》也確定在3月28日入版上市 以色雕、神雕 還有影天圖龍記 經典劇情為藍本 時間線的騎士 逐步推進大世界發展 你將作為《色雕英雄》的夥伴 一起參與到150年的江湖變遷 你將陪伴郭靖、黃龍等色雕英雄 走過他們狀闊波蘭的一生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呢 我是愛玩搞朋友小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